众所周知夜凡有特殊体质荒骨身体 但是有特殊体质的不只有他 他的好兄弟盘伯也有 那么你知道盘伯的体质是什么吗 其实这来自于他的家族 盘伯家身上的都是流着上骨腰血 也就是说盘伯不是人族而是腰族 而在九龙拉关时 他会突然出现在棺材里 也正是因为有上骨腰族血脉的原因 而他也因此到了北斗星域后 才会在腰地墓被青帝后人附生 正是因为盘伯的本体是清廉 作为青帝一脉的后代 虽然被青帝后人夺舍却没有死 反而修成腰帝九掌 要知道夺舍磅礴的人可是一个老妖 即使是一个快到尽头的考验 夺舍一个和凡人一样的妖族 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简单 抹杀他的神志更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这个老妖却把自己给赔进去了 要知道他可是青帝的后人 还是言如欲长辈那种 这种之力的老妖 不仅没有夺舍成功 最后反而被夜凡他们反杀了 他没有成功的原因 除了磅礴身上有上骨腰血 最重要的还是他身体里有腰地之心 而他也由于有腰身体 提升势力的速度也非常快 最后也成为了一位大地强者 和夜凡一起前往了仙域 那么小伙伴们 夜凡有磅骨身体 磅礴有上骨腰足血脉 他的同学中还会有哪一些特殊体质呢 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